好啦各位又来了 为什么标题打着推翻纺织新涂层呢 各位等一下就会知道咯 那至于纺织新涂层的部分 其实是有一次我在修项链的时候 有一个人跟我说 哦你就不要再转纺织硬帐了啦 这样不知道转几百年 你直接把它复制到新的涂层就好啦 对然后这个方法就被我运用在很多的地方 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项链的修法 首先我选了一张有污点的项链 然后呢我们先把项链的污点给拉掉 之后我们新增项链涂层 把项链的一段纺织到这个项链涂层 之后它边边如果有一些奇怪的辐射啊 你可以把它用这这片给擦掉 之后如果你还觉得 这个项链的弧度有一点不太合适 你可以按我们的Ctrl加T 召唤上方的随意变形工具 对那如果再觉得不好的话 我们还可以用液化 液化是在滤镜的地方 对这就是我们的液化功能 之后合并了 我们来做一个阴影 可是呢在合并之前 拜托请帮我复制一个涂层 这跟我们新的方法超方便方取法是有关联的 对那新的涂层帮我垫在底下 然后我们找到我们的加深工具 好我们现在在做阴影嘛 我假设假设你真的不小心阴影涂出去太多了 很故意 对那这时候我们复制的涂层就有用途啰 对你只要在你一开始合并的涂层 就是圆土那一张制作一个遮瑟片 那我们把阴影超出去的地方给遮瑟掉 让下面还没有阴影的地方露出来 这样子我们就完成咯 所以这叫做超方便仿制取样法 简称超方便仿心法 硬要取名字 因为我觉得这样比较好记啦 对 所以啊 这个东西可以推翻掉仿制新土层的原因就是 我们仿制新土层有很多时候像是眼球啊 还有什么手臂啊这样子 都是因为我们要给他一个范围嘛 对 因为我们怕仿制出去 但如果我用了这个超方便仿心法 你仿制出去了 一样可以救回来 对我们还可以再多用几个东西来做一个解释 那在解释超方便仿取法的时候呢 我再来介绍一个镜框 对项链跟镜框 我们当然还是推荐仿制新土层啦 因为操作起来也是很方便嘛 对 首先你也一样是建立一个镜框土层 然后呢 把你的镜框仿制到上面 在擦掉不需要的地方 一样Ctrl 加T 召唤我们的随意变形工具 好 这就是变形的片段 之后这样子一个眼镜 可能接个两三次就接回来了 对 因为它可以有曲线 可以弯曲它 它就会变得很方便 好啦 接下来我要来讲讲我的超方便仿曲发 历史来源 这就是 其实我也不是一开始就知道这个方法 是有一次我在修眼皮啊 就是眼皮上有一个污点 可是它又很容易不小心去遮盖到我的双眼皮 我就想 我要为了这个污点 去做一个 眼皮涂层嘛 对 我觉得不用 所以我就想了这个方法 我就是先复制一个 圆土拷贝 之后在我们上方的涂层去做 防治跟取样 这时候你会发现啊 就不小心盖到眼皮了嘛 没关系 我们圆土涂层的 遮瑟片给它开下去 黑笔刷刷过去 把需要的眼皮给刷出来 这么一来这张图就完成咯 接下来呢 我们用这个方法来讲解牙齿的做法 在我知道这个方法之前啊 我真的还会去另建一个牙齿图层 真的是有一点点 真的是有一点点累啦 对 好的那你会看到 这张照片本来没有牙齿 那我们一样 圆图 然后拷贝一个圆图 在原本那张图呢 我们先仿制出牙齿 那当仿制超出去范围的时候 甚至没有牙缝的时候 怎么办呢 一样我们给它遮瑟片开起来 遮瑟出它的牙缝 跟超出去的地方 那这么一来 牙齿的部分就完成了 但是我发现 我想要某一些牙齿可能短一点 有时候客户要求嘛 那我们一样合并完呢 我们重复一样的动作 我们合并完的图 然后拷贝一张合并好的图 之后我们这一次 要在合并好的图上面 做出阴影 那你会看到 我做出的阴影 已经遮盖到牙齿太多了 没关系 一样遮瑟片给它开起来 遮瑟掉太多的阴影部分 好 这样一来 我们想要的牙缝就完成咯 那有一些图呢 你会发现 它是肉色的 就是它没有一个阴影 可以让我们遮瑟出牙缝 那也没有关系 我们只是会先做出阴影 一样是拷贝一个圆图之后 在第一个图层做出阴影 超出去的范围 再去进行遮瑟 好 合并好之后呢 我们再复制一个图层 然后在第一个图层 制作牙齿 之后一整片牙齿 没有关系 我们再开启遮瑟片 去遮瑟出它的牙缝 对 下面的阴影 透上来之后 就会变成牙缝 跟它的立体感阴影嘛 对 其实就是这个概念而已 完全不用再新建一个 牙齿涂层或阴影涂层 好 再来拿额头来做讲解 一样圆图 圆图拷贝 我们在圆图的涂层 进行仿制跟取样 这边提醒各位哦 那个超方便仿心仿 讲那么久了 其实呢 痛掉涂层还是依照个人自由 如果你旁边的皮肤 就是没有适当的颜色 做取样的话 你做一个痛掉涂层 是没有问题的 还有原本所说的 取样涂层拉大 你要去制作也是没有问题的 它主要只差别在我刚刚所说的 少做一个涂层 其他都可以照旧进行 好 那回来 圆图的地方如果又超出范围的话 没关系啊 我们遮瑟片开起来 一样遮瑟掉太多的地方 让下面的涂层露出来 那这时候阴影的部分 其实很好运用 如果你觉得额头有一些不自然 太亮了 还是鸭舌帽总会有一点阴影吧 我们还是可以刷多一点出来啊 把下面的阴影刷上来 好 刷完之后你会发现怪怪的 哪里怪怪的呢 它的眉毛不见了 对 那下面涂层的阴影怎么样呢 还是可以来当它的眉毛哦 我刷出了两条黑色的部分 那这样子其实你去跑清晰 它就可以跑出一些根根分泌的眉毛 对 还这边又有一张漂亮嘴唇 对 假设说我要把它的嘴唇 那个牙齿不要这么多 我想要做一个嘴唇给它 一样不用做嘴唇涂层哦 圆图 圆图拷贝 在圆图的地方直接进行纺织跟曲一样 那这时候假设我觉得 哦 我纺织超出范围了 纺太多了 没关系 一样遮瑟片给它开下去 那如果这时候我又手残 不小心差太多了怎么办呢 遮瑟片是可以反转的 只要用白色的笔刷帮大家复习一下 黑色笔刷是消失 白色笔刷是出现 对白色笔刷加一点透明度 我们再慢慢的把它刷回来 这样自然度就出来咯 那我们这边有一个影片档 用影片来讲解最清楚 这边呢我先纺织它脖子的部分 就是遮掉它脖子的脏污 这时候已经有两个涂层了嘛 我是在第一个涂层做纺织取样的动作 那假设我们右手残 然后纺织超出去了 超出到下巴的地方 没关系遮瑟片开起来我们把它遮瑟掉 让下巴没有被盖到的地方浮现上来 这时候呢我们要先合并一次 然后再复制一个涂层进行一样的动作 然后一样在上方涂层再去 把下巴的地方做纺织跟取样的动作 把污点遮掉 那这时候呢下巴如果超出去 又超到脖子的部分呢 我们就可以开启遮瑟片 让下面没有被遮盖到的脖子露出来 对那虽然这一个图片很难超出去 只是我们为了讲解方便 我们就故意超出去 对那为什么要分区块呢 因为如果这时候你是先做脖子 做完了超出去了 你又直接开始做下巴 然后下巴又超出去 超到脖子的地方 你直接把脖子遮瑟上来会发生什么事呢 这时候被遮瑟上来的脖子是还没有消除 左边的手臂这边 然后遮瑟出去了 我让下面的裤子露出来 就是如果我已经超出去 超到裤子的地方 对你不能说我超出去了 然后我继续又做裤子的地方 这样如果裤子又去遮盖到手臂 你是不是要把手臂给遮瑟上来呢 这时候遮瑟上来的手臂是你还没有修复过的 对所以这个分区块的概念 其实你实际操作一次就会蛮清楚的了 这也跟牙齿的阴影啊牙齿 它的顺序是一样的概念 为什么要有顺序就是这个原因 好啦但是最后还是要帮大家复习一下 加上一次所讲的仿制性涂层仿心法 对那这边有一个手臂照 当时也是用仿心法去做的 就是这是手臂的原始照 之后啊我把取样涂层拉大 那我新建了一个手臂涂层 把手臂仿制上去 并且遮瑟出手臂的形状 再去右边的手臂做取样的动作 把取样道的色调仿制到手臂涂层 对那当手臂涂层已经仿制的差不多了 有这个色调了之后呢 我直接在手臂涂层做仿制跟取样的动作就行了 对这个当然也可以用我们刚刚所讲的超方便防取法 对但是如果你不习惯你觉得 A手臂的部分 它比较大面积 然后边界比较难抓 我认为用仿制新涂层比较方便 对当然这个方法你还是可以去运用 就像这张鞋子啊 一开始我是用仿制新涂层法 做一个绿色的涂层 然后做出它的范围跟调子 再换黑色的涂层 做出范围跟调子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拿到了新的方法 我们旧的方法也是要去记得 对好这是今天的推翻仿新法 超方便防取法介绍 谢谢大家